看好毛小孩的商机也希望建立起保护动物的概念 台中市动宝处这天举办了一场毛小孩专属溜溜市集 降低了摊位的高度让毛小孩与摊位有更近的距离 吸引了不少主人带着狗宝贝来逛街 九早司康还有柠檬饼干这些看起来美味的点心 是文创业者为毛小孩所推出的下午茶 无论吃的还是用的在溜溜市集现场有30个摊位 而仔细看摊位比起一般的市集还要来得低 这可是专会毛小孩设计的高度 这里其实本来就有固定的商摊 但是因为那个可能位置 有时候可能那个接他也太高了 他们为了这次的活动让狗狗能够也能够走在上面 所以甚至把那个阶梯给他降低 这是一个友善动物的一个方式 还不错因为他们都把那个市集的那个摊位降低 放低然后就可能说他们也会想要看一下 闻一下什么的 由台中市动宝处所推动的溜溜市集 聚集许多长期关心动物与环境的文创摊位 因此信了不少主人带着家里的宝贝 一起来逛街吃健康美味的下午茶 共享千一时光 也可以增进四组间的互动交流 宠物的一个照顾 怎么样爱护动物 我想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必须要有的这样的观念 因为现在这些动物几乎都是跟我们人生活在一起 那如果让他们能够的快乐 宠物也要快乐 大家都快乐 我想这个是非常好 让这个社会更和谐 更幸福 溜溜市集的另一大目的 是希望推广爱护保护动物的观念 并且让社会大众更懂得尊重生命 也为台中市营造友善的动物环境 这点的话台中采访不到